RM队在MWS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里是四猛男大战 邦邦 上来遇到第一个人 守墓人 哎 守墓人挺香的 邦邦果然带了个闪现 因为对于邦邦来说他宝瓶就能赢 闪现抓一个 你们来救 来来来 试试看 对吧 你救下来了 那我抓第二波 你救不下来 我就已经赢了 对吧 挂飞一个再抓一个就可以 天赋上面是一个闪到底的一个天赋 直接炸出来 哎 这两颗炸弹 这守墓人 守墓人这边一颗遥控雷 直接带走 翻个板子 遥控雷 秒了他 来 3 2 1 走 各位观众 漂亮 nice 舒服啊 哎呦 这个开局 还是个地下室啊 赶紧挂进去 流畅至极 这守墓人感觉就牵制了十几秒啊 对吧 这套阵容其实我觉得刚才就是 守墓人这个点呢 也不是不能拿 我觉得就是这套阵容修得太慢了 他需要补一个什么 补一个猫眼家 你觉得机械师对吧 可能会成为突破狗 你补一个猫眼家 将冀图猫眼家 其实还是蛮能狗的 躲躲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这里野人靠着 救不救呢 别救了吧 别救了三猛男争一个三跑 还有机会来救 那不好意思 邦邦这边就已经断你所有念想了 MWS可是我看好的战队啊 今天两个 他们的两个监管者都没有能打出自己 对吧 正常的这个水平 但是没有关系 还有败者组 他们还能杀回来的 我相信调整好状态啊 虽然说现在 对吧 他们还没有输 但是这个守护人被挂飞呢 我觉得挽留帮帮再留一个问题应该不大了 不要气馁 好好的回去复盘 看一看今天的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今天回去他们这两场打下来的话 这一场打下来的话 其实有很多点可以复盘的 这三个人想要去争一个三跑 我是不太信的 毕竟这个帮帮手上没有挽留 有闪现 稍微抓一抓 对吧 这个前锋的球就被耗尽了 一旦前锋耗尽以后他就是个白板 挂上你该交的薄命就得交 交完 怎么也走不了 我在想的是开门战能留个薄命什么的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电机都修不完 我都不用去想开门战 电机都修不完 对不对 外面四台阶 两个猛男怎么修 窗子给你一封 闪过来打一刀 没打中 但距离没有拉远 两连炸弹补一下 再一刀带走 还行吧 前锋牵制的还是不错了 但是归根结底就是电机不够 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 除非他这边再能牵制掉三台电机 就差一台 那也能对吧 比如说卡过来卡半就一波 然后电机压好 再来就一波 那是有可能 对吧 薄命强行带走的 带薄命强行带走 这个可能性 从现在的 现在一颗遥控雷的前锋毙倒 这帮帮的一个炸弹放的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看一下 野人这边的电机 是一台新的电机 稍微干扰一手 嗯 旧的话 野人这边顶一脚 得躲掉 拖一会儿 问题是还差一台电机 对吧 野人能等 这前锋的屁股等不了呀 他这个时间得卡半就 卡半就才有机会增三 只能卡半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行 我感觉帮帮这边打一个震慑 明明中有种预感 回声给他来 拉走拉走拉走 打一刀 野人赶紧走 野人外面重新骑一台吧 这边没打出一个震慑 还让野人比较舒服的 以一颗炸弹的代价 把人给救了 那前锋这边拉到死角 然后野人骑猪再来摇一波吗 现在大夫 野人已经骑上猪了 小猪猪勇士来猪猪翔 顶他顶他顶他 这个角度 来卡 拖拖 好的有机会能摇下来吧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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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下来了 可以 这里不错 乱战人 乱户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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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超 才修了10%不到 这个进度差的有一点点多 而且如果说大副的搏命在这一轮就交掉 那帮帮有闪现 待会儿留这个前锋还是一样的 这里大副先把人救下来 然后两块板子 大副这边保 野人那边 野人这里好像要过来保一手队友 骑着猪过来了 大副再地鸡才修了20% 那可以提前恭喜这边LM了 这没办法 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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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前期那个守木倒的太快了 但是刚才那波的配合还是打出了一些东西的 挂飞 那恭喜LM 挽留邦邦 也是歪哥上一把很可惜被打了一个三跑 其实他那个局那块板子不吃直接将济丝秒了挂上的话 我甚至觉得歪哥是一个偏三偏四的局了 然后日服这边的这些选手他们有点特有点喜欢这大副 在我们国服是大副这个角色排位都很少见的 来这边填填填填填填填色了地表填色 点击还差大概十多秒怀表已经结束 斜角搏没连上再搏炸掉 电击点亮闪现给他来一下 哎 闪现没摁出来应该是 问题不大了问题不大了啊 这边挂上野人开门完成一个三桌 LM还是可以啊 但是LM的话我觉得 AK老哥今天回去还得好好的对吧复盘一下 上一把 这打的确实问题很大啊 一个稳赢 甚至能够去拿5分的一个局 被打了一个三跑 蛮可惜的 MG 橘子 橘子 橘子